你好,你在趕時間嗎?我是阿蛋哥 說到2021年年度最佳的鋼譜啦 相信很多人都認為是這一組RG海牛Gundam 各方面的設計跟完成度還有分色都真的是幾乎找不到缺點 那這個模型發出的消息出來不久呢 萬代很快在他們的PP商城上推出了這個 RG海牛專用的超絕Mega粒子砲 就是這把超大超帥氣的這個光束砲 比海牛自己本身都還要來得長 有些觀眾可能還不那麼認識海牛這台機體 首先我們要知道 Hi! New Gundam 是登場於Gundam 逆襲的地下 啊! New Gundam 是出自機動戰士Gundam 逆襲的蝦雅這部劇場版當中 阿姆羅的座機 如果大家對劇情有一點沒那麼有印象的話 歡迎去看我的逆襲的蝦雅15分鐘快速看完的解說 但據說這個逆襲的蝦雅的劇場版 它的腳本已經被改成不是副野導演原本心目中的樣子了 比較接近它原本期待的樣子的版本 應該是小說版本的逆襲的蝦雅被拖地家的子寺 阿姆羅的座駕從New Gundam 被換成Hi! New Gundam 那這兩個版本是互為平行宇宙的 被拖地家子寺版本的逆襲的蝦雅 其實劇情大同小異啦 一樣是蝦雅率領的星級翁軍 佔領了阿克西斯整個把他丟上地球 聯邦的龍德貝爾就想出了兩個辦法來對付這個阿克西斯 一個是利用卡姆蘭敵攻的核彈直接射向阿克西斯 看能不能把他炸毀 如果這個計畫失敗了 那備案就是進入阿克西斯內部引爆裡面的核彈 看能不能把阿克西斯給炸開炸碎 那在這個貝多地家子寺版本裡面還有第三個方法 讓阿姆羅駕駛的Hi! New Gundam 用一個超絕Mega粒子砲 然後狙擊這個阿克西斯 那關於劇情當中出現的這個超絕Mega火箭炮 或者說的粒子砲 它的機械設定其實有幾個不同的版本 那麼RG剛推出的這一款呢 它的造型是來自這個貝多地家子寺的同名漫畫 整體的造型除了超級巨大以外就是比較厚重 然後比較方正一點 那其實這個Hi! New的超絕Mega粒子砲還有別的造型 那這個超絕Mega火箭炮比較常備模型化的版本 其實是這個應該是2019年吧 2019年MR魂推出的這個版本 整體的造型看起來比較細一點 比較...尖銳 那這兩種造型的火箭炮當然沒有絕對的好壞 只是不知道為什麼 近年推出的Hi! New模型 不管是G-Frame還是EX系列 他們都是用這個造型 連最新推出的機器人大戰30 都是採用這個版本的設計 所以我相信可能還是有很大一部份的粉絲 是更喜歡這個版本的造型 那隨著RG Hi! New的問世 也有第三方廠商推出了這個 我們這樣可以叫做它的 MR魂造型的火箭炮 這個比例也是1.44分之1的大小 一種是Hi! New模型的配色 一種是New模型的配色 那我手上這一盒是New模型的配色 因為想說這個Hi! NewGandam有一把超級美感力子炮 那我們的NewGandam也需要一把 那我們現在就來開箱 裡面附屬這個叫做出回特點的東西 那一樣就是我們NewGandam的這個馬臉造型 大家都很流行推出這個馬臉造型 大概是為了減少開模擬的費用 他做了兩個一樣的板件 一個白色成型色,一個紅色成型色 所以把這兩個組合在一起 另外兩個就是廢件 這個做法挺特別的 那應該是因著一樣的理由 他們把這個主要的A版件 直接射出三種成型色 那不管這個做法是不是為了他們 省這個模具的費用 但是提供玩家很多選擇 除了是可以用不同的顏色來搭配以外 那如果有零件的損毀 那就不難找到這個替換件 那還有這個灰色的B版件 主要就是這個槍身 然後再來是C版件 那我猜他們主要就是靠這個C版件的成型色 來決定是NewGandam的配色 還是Hi! NewGandam的配色 Hi! NewGandam的版本應該就會採用這個淺藍色 那我手上是NewGandam的版本 所以就是這個深藍色 然後還有一根這個線藍 那裡面還有附屬一張專用的水貼 看到水貼就會讓我很開心 因為我很喜歡用水貼增加模型的細節 附了它就讓我覺得這款模型誠意很夠 另外一個誠意很夠的部分 就是它有附屬一個魂支架 是透明的 最後就是這個折頁的說明書 雖然是黑白印刷 不過裡面都有寫得很清楚說 這個AE版件怎麼說要用什麼顏色 這是金屬黑 這是黑 這是金屬黑 或是白色這樣 我這個開箱真的不是業配 照著說我是自己花錢買的 那我開箱到這裡 不知道你有沒有像我一樣 覺得這款真的是一款誠意十足的套件 那如果你覺得出回特點 水貼跟支架這樣誠意還不夠 那我告訴你 那就是它居然做了這種大量的隱藏式水口的設計 你有沒有看到嗎 我不懂開模 不知道這樣子的設計 會不會增加這個製作的複雜度 不過我真的沒有預期 可以在這種第三方套件上面 看到這樣子 如此貼心的設計 可以讓速度的完成度大幅提升 或是可以讓你減少很多打磨的時間 那我現在就開始組合 看看它的這個組合度如何 好那我們的MR魂版的超絕Mega粒子炮就完成了 我是參考這個原本MR魂這個海牛的配色 所以我幾乎沒有用到它的白色零件 然後它這個原本它這個金屬黑的部分 原本的這個成型色我不是太喜歡 我給它稍微上了一層淡淡的這個金屬灰 然後它看起來更有金屬質感一點 然後也把它附屬的貼紙 參考原本MR魂的設計上了一些 因為我主要大部分都還是用這個金屬色的居多 所以呢 會設那個灰色跟這個白色的大量的生餘零件 其實我覺得這個組裝過程 讓我覺得蠻開心的 它組合度OK 雖然不及萬代的水平 但是也完全沒有需要切削的部分 所以組裝起來很愉快 然後因為我可以自選顏色 A版件的部分 三種顏色可以選 所以讓我有一個很特別很愉快的這個體驗 感覺好像真的是在為我克制一把這樣子的這個光束砲 除了它整體的造型 是移植至MR魂 High New的這個超級的Mega粒子砲 但其實它在細節都是加了非常多的這個 一些變化 讓它看起來真的很豐富 跟得上RG的這個視覺的這個資訊量 而且它在分件上面 分色上面是做到是近乎完美 完全不需要遮蓋補色 唯一可能需要補色一般就是這個炮孔裡面 它原本就是 設定上這裡應該要是紅色彈 耳彈 我是上了一個金色 它還把它設計成這個非常容易補色的這個分件 所以我覺得這款真的是 在設計上讓我覺得無可挑剔 然後它附的水貼呢也很好貼 細節很足夠 這應該就是它們自家生產的水貼 這個握柄是可以左右有一定幅度的這個擺盪 應該會讓這個握持的時候應該比較方便 然後這邊有一個左手輔助用的一個握柄 它的位置是應該是可以前後有一點調整 但因為我剛剛上了一層消光 所以調整會有點刮漆有點煩 那我們現在就把它裝到Nugan上面 看看這個效果如何 好可以 哇看起來很不錯 其實如果不用它附的這個指甲 它要自己拿著槍也應該是沒有問題 尤其是雙手的姿勢的話 但是有的話應該可以更穩 那現在就把這個MR魂造型的超絕Mega粒子砲 給這個牛缸裝上之後 它的氣勢看起來 終於不會輸給Highnew了 這兩款造型不同的這個超絕Mega粒子砲 其實因為完全造型不一樣 沒什麼可比性 不過如果硬是把一些可以對比的地方 來合相對比的話 就可以發現 第一個最直觀的價錢 RG推出的這款在PB官網 定價應該是660塊台幣 那因為它是PB限定 那如果你沒有搶到一手的 你是找別人代購 或是買一些黃牛的 那價錢可能就不知道 跑哪去了 那麼左邊這款EW推出的這個MR魂造型的這個超絕Mega粒子砲 我入手的價錢是370塊台幣 那幾乎快要是萬代RG推出的這款的一半 那第二個是貼紙 萬代這款附的是小小的一張膠貼 所以我另外還要需要購買專用的水貼 那又是一筆小小的開銷 EW這款是它直接就附了一張水貼給你 你看我貼的滿滿還剩這麼多 就可以當我的這個水貼主備不錯 所以在貼紙的部分呢 這EW這款是比較良心 講到支架 支架的話就各有千秋 RG這款附了兩個Action Base 因為得到兩個透明黑的這個六角形的這個底座 以及這個一長一短的這個支架 因為我的收藏我想要統一都是透明色 所以這是我自己的 也就是說它附的支架一組是給Highnew用 一組就是給這個超絕Mega粒子砲來用 不過這個雖然它附了兩個支架 聽看起來不錯 有一個小小的可惜就是 它這個超絕Mega粒子砲 它沒有附任何支架專用的這個孔位可以安插 所以基本上就是你隨便用一個造型的 然後把它靠在上面 以輔助支撐的功用來說是有達到 但是就並不是那麼穩固 真的只是靠在上面而已 所以有點可惜 那EW這款我覺得是在獵勝一點 它有附一個支架 雖然沒有附New Gundam本體用的支架 但它有附一個滿漂亮的 需要鎖螺絲的這個支架 然後它這個超絕Mega粒子化下面也有一個洞 可以把這個支架插進去很緊 然後就可以得到一個造型的固定 而不只是靠著而已 那RG這款就是萬代的正常發揮 所以組合度非常棒 那你組完之後也不會剩下一個費件 那EW這款非常特別 就是它要這種一個A板件附給你三個的方式 所以在組裝的時候 你很多零件都是有三個顏色的自由選擇權 然後組完之後也會剩下一些備用零件 這是一個算良心嗎? 也許不算 但反正是一個很特別的體驗 那對於這兩種超絕Mega火箭炮的造型 你更喜歡哪一種呢? 那我個人對於這兩種都非常可以欣賞 非常喜歡 如果你也和我一樣 那我非常推薦你 兩個都買起來 萬代這款漫畫造型 品質自然不用我多說 那麼EW推出的這款MR魂造型的 我個人也是非常推薦 除了價錢不貴 內容非常有誠意 產品本身的細節跟完成度都非常好 至少是超出了我的意期 擁有出回特點、自帶水貼 還給你顏色自選的空間 跟一些備用零件 還沒嘗試過副廠套件的朋友 我相信這款應該可以讓你完全對副廠模型改觀 除了誠意、遠超、遠長 對細節的照顧也是緊逼萬代的水準 如果你剛好很不幸地 買不到萬代推出的漫畫版造型 那麼這款也會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那麼這次開箱就先到這邊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我的頻道 我目前的野心就是將全部的Gundam動畫 都做成盡可能簡短的劇情解說 讓人可以快速複習或了解它們 來推廣Gundam文化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幫我點個讚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阿蛋哥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